像这个锁呢就感觉很漂亮啊 像一个球状一样的 它颜色的话有两种 一个是原木色的 一个是这个褐色的 那我们这个锁拆下来的话就是 把这三根褐色的呢横着 然后从两端就是捏住啊 然后直接拔下来就可以了 拆起来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先把 形状一样的 我们先摆到一起 像这三个颜色就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像原木色的 就是被为两种 这三个是一类 然后这六个是一类的 那它们区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 像这三根它这边有多一个缺口 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多一个缺口 那拼的话我们第一步 我们先拿这三个 我们可以看到 先把中间就用这个用这边和这边 就是把拼相对拼成一个三角形 把它拼成一个三角形 中间 然后中中间这个点呢把它合起来 然后呢再用这个褐色的把缺口 缺口朝下 从这三个地方 三个边这个地方 这样合进去就可以了 刚开始的时候 它肯定不稳 因为还没有固定好 所以说把它稍微推紧一点就可以了 接下去同样的 还是用六根当中的三根 然后按照每一个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空码 然后放进去就可以了 最后一根相当 相对于来说要难放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那现在这个呢 就是有一头肯定朝下 就要这样放进去 然后另外一头要朝上 好 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手指这样动一动 啊 让它就是 粘紧一点 然后这三根呢 同样的就是 因为都多一个地方 多一个缺口嘛 然后呢 这个缺口都朝外 缺口都朝外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缺口 这个缺口啊 都是朝外面的 然后让里边合起来 然后同样把它捏住啊 然后找空隙 这样轻轻的 这样轻轻的 就可以放进去 如果说放不进去的话 那就是这个还没有捏好 捏成这样 捏好了 下面就是放进去的时候 它有一些地方卡住啊 所以说 那同样的还是要去移动一下啊 那再稍微捏一点 然后这个就完成了啊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